孩子应该穷养呢 还是应该富养呢 A 穷养 B 富养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打开微信摇摇 参与答题 将有机会允许精细奖品和现金红包 另外呢 你也可以通过扫描门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奇幻科学城的官方微信 参与博士问答 还有机会允许智能机器人 和奇幻科学城的荣誉新章 这个题要给大家翻译一下 我们说穷养富养 不是说你有多少钱给他 或者说我家里的条件是穷还是富 它就直接相关于穷和富 穷养和富养它涉及到两个概念 一个是在年限有的经济范围之内 你愿意与你经济范围的多大的比例 去给予孩子这样的满足他的需求 各家都会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百分之百 那我拿出百分之多少是给予孩子的 这样我们还是来听一听 这个关于穷养和富养这个问题 三二一 三比三平 我们先请一变双方一变 感觉像双伦赛 您是儿子是女儿啊 儿子 我选择穷养呢 他毕竟是男孩 让他得知道这钱 这一分钱都来的不容易 这是我选择的就是穷养 不是说不给他买 我也偶尔给他买玩具 但是呢 我不会说他要我就给 他得有一定的付出 才能得到这个东西 穷养并不是说故意地为难他 但是呢 要让他知道这个东西来之不易 对对对 这样的 我觉得穷养富养 不是说纯粹的是经济上的一种穷养富养 首先是在你的经济范围内 在教育方面 我觉得不应该吝啬 一定要是尽自己所能 给他接受好的教育 我们家比较特别 因为他姥姥陪他比较多 他姥姥对他特别严了 反而我就不愿意对他严了 这个特别严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就是不会随便让他花钱 就是首先他姥姥给他梳理这种观点 但是呢我就不愿意 我们孩子经常就会跟他同学说一句话 就是我爸爸最宠我了 我觉得孩子还是应该让他有自信心 他不会因为金钱这个原因 会产生一些不自信的 在学校里头 不自信等等这些观点 我的那个观点就是 富养 就是也是尽我最大的能力 因为这社会好多人都说 说社会这个不分高低规见 但实际上这现实生活中是有的 我是一直在社会底层工作 送快递 那我就会发现很多我们社会底层 比如说有些女孩 她有可能别人请她吃个麦当劳 吃个麻辣烫 就跟人走了 那我肯定不能允许 我的女儿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女儿 只要她想吃的东西 我全给她买 你不能说这个女孩长大了以后 她什么都没见过 什么也没吃过 就真的很容易被人家骗走了 好多小朋友比如被人家骗 小朋友拿着糖给骗走了 但是你们家的孩子说从小都吃糖 她见着糖都想吐 那她会跟走吗 得有见识啊 所以说我们家里边 常年的 比如说那个巧克力什么的 别人买巧克力说买